为在大雅区神陵路一段520项到540项的灌牌水尊 因为年久失修 户岸老旧崩塌 不但造成部分农田崩落 农作物损毁 连日来的大雨也让周边淹水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为此立法委员洪慈雍这天也特别要及相关单位前来会刊 希望能够争取经费 协助地方解决排水问题 像这个已经摊差 快一米进来了 里长指着户岸的崩落处 下方的土石全都被掏空杂草丛生 为在大雅区神陵路一段520项到540项的灌牌水尊 因为年久失修 户岸老旧崩塌 往往大雨来就容易水淹农田 造成作物回损 甚至连周边的民宅也跟着遭殃 顶尾台风来 原来的房子涮起来 产都流了 水高到高的民宅 造成这个产业道路的路面 整个都是一片汪洋 到现在已经将近40年了 所以坦白讲都没有做改善 所以之前是用石头下去端切成整个水沟墙 现在已经坦白讲开始崩塌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地方表示这座灌牌水尊新建年代相当久远 两旁的户岸还是用石头堆砌而成 受到近年来大水不断冲刷 户岸开始出现崩塌状况 但多次反应却都没有下文 为此立委洪慈雍这一天也邀及向湾单位前来会刊 顺利争取到2000万元的前瞻经费补助 将着手展开改善工程 我上任之后其实一直在帮忙协调 那现在因为刚好中央也有前瞻的一个预算 所以我们就在今年度 其实我们就一直在积极争取这笔预算 那终于我们也争取到了这2000万的一个经费 那终于我们可以来把这个工程把它施作 大概施工大概200多米 那进度我们预计是 今年会完成工程的一个发包来施作 那会施工的期间 大概会在二期做 就现在这个水稻收割了以后的一个断水期来做一个施作 农田水利处也表示 户岸改善工程长度大约280公尺 目前已经发包完成 预计在今年11月到座收成之后进场施作 工期大约5个月 完工之后将可有效改善当地排水 确保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得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